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我要赶快行动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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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这个大头又来了 还是雾沙沙 雾沙沙 你知道吗 我都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 人家善言良语就把我鼓容去了 所以我现在心里有一点点不太踏实就是了 小小的耳根子软 我很懂 我常常去卖场就被售货小姐 讲两三句说 你好美 我这一下子那个钱就是马上给他掏出来 买很多化妆品或什么的 这个长长的那个荷包就大失血 不过这次你跟着我就对了 我来约我们的好朋友保险大人 Henry 要是来帮你的忙咯 Hello Henry Hello 主持人们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Henry Henry 我们的抱需要你的帮忙咯 Henry 我又来了 我已经按照你所说的那些原则去找了一个财务健全 平等又好 百年老店的保险公司 然后还有我约了一个公司的经纪人 要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但是说真的我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想问Henry一下 我去之前我应该做哪些准备 能不能请你来告诉我一下 是的 在之前的准备 我大概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当然先了解一下他要推荐的公司是哪一家 那我们之前面几集有介绍 就说第一个要了解这家公司是不是超过百年 他的历史还有呢 当然他的财务的评比 从那四家那个那个啊 评比公司呢去了解一下这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 那第二个呢 如果可以啊 我是很真心的建议啊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 那当然你如果配偶能够跟你一起去那是更好 那为什么这样建议呢 因为毕竟保险经纪人呢 他都有受过训练 他他有受训练怎么去去开这个会啊 他怎么讲啊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陪着你去呢 你可以的你们可以参谋参谋 然后呢那也可以呢 也可以拉你一把防止你太冲动 这是你在跟这个保险经纪人开始开会的时候之前 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准备 所以刚刚Harry有提到就是我在事前 我们也许可以邀约新任的朋友 或者是配偶跟我们一起去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们不会下手太快 这个我一定要记得 而且可以用来我买化妆品的过程 这样我更清楚了 所以下次可以找你一起去 因为你跟我老婆也是好朋友嘛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多你一个 或许可能可以帮助我们 智多心对不对 有人拉一把 是是是 不过你很好奇 这个在 如果我们真的 你约了这个中间的过程 你想好要怎么问要怎么说怎么注意啊 这个时候我就要又要问Henry啦 因为呢我把人都带了 但是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呢 所以在会议中啊 就是你跟经纪人坐下来了 那你就要听他在他他会介绍他的产品啊 介绍他的这个他的他的方案 那有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他在讲介绍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他介绍如果他一直就是介绍这个的好处 这个产品哪里好啊哪里好啊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他每一个陈述啊 是所谓的Statement 哪一个Statement在合约中是有保证 哪一个Statement 是他自己在合约中是假设的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保证 因为在买这个人寿保险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合约的 所以有保证的以后 他才会照这一个合约来赔 那假设的那当然就是 如果 所有的状况都符合他的预期 那当然假设就有可能会实现 但是有可能就不会实现 那买保险就是要确定哪一些是 是有保证的 那当你有疑问的时候呢 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一直回答说这个啊 这是最差的状况 或者说这不太可能发生 那最后他讲说 啊你就不用烦恼 那其实这三句话呢 很重要 就是他都不是一个保证的回答 他如果一直在讲说这三句话 一直重复这三句话 有可能就是他赶快要转移话题的 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样的保证 所以这是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刚刚黑文老师 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合线里面的保证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个agent这个经纪人也要很清楚的来为消费者说一个说明 是啊这样我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才知道在会议中的时候刚才你说的保证保证保证 那我就清楚 下次我就问他 请问这个你保证吗 如果听到都是 这个不错 这个有可能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没听到保证的时候 我就要好好想一想 对 而且在这个保单的面前呢 也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真正是有benefit的 有益处的 但是也要提醒我们在这个保单的里面 哪一些也可能就是 应该讲prost and come right 就是说有两面的这样子 让我们消费者可以知道 太棒了 那Henry啊 那如果觉得这个保单不错的话呢 那我们是在 你知道我刚才讲了吗 我是很冲动的 对 现场就agree 然后就sign了吗 那还是说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也让我可以 稍微可以想一想 是 这你跟他在开会的时候呢 除了听他讲之外呢 我是建议不要当场就做任何的决定 而只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会议之后呢 把他刚刚所讲的 以一个email的形式发出来 那至少你在会议之后 你有一个凭据可以看 所以那个 所以在会议之后呢 我想就是你要确定说 你是不是能够收到他这个email的会议的记录 那会议记录 那当然你刚刚讲说你要签名表示 你已经决定要买保险 那那决定要买保险 当然就是 我还是要建议消费者 一定要把那一个合约要看清楚 那其实在这个人寿保险的保单里面 他有一个条款就是让这个被保险人有反悔的机会 那基本上有10天到30天不等 然后看每一家公司的一个规定 那至少最少要10天 那让这个被保险人能够有机会去看看他的保单 然后呢去看看保单是不是跟这个经纪人讲的是不是一致 那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他觉得说他不是很舒服 他要反悔 那在10天之内他可以去反悔 然后呢把这个保单退回去给保险公司 那他之前所缴的钱就分毫不差的 就会退到他自己的口袋了 那这个是需要消费者要特别能够知道说 有反悔的机会 那当然如果说你还是不放心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找不同的保险公司的经纪人 来一个第二次见证 就像你看医生 有时候你觉得说 你还是觉得不是很放心 你去找另外一个医生 保险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保险经纪人 来做一个第二次见证 看看他的设计啊 或是怎么样是不是正确的 或是很适合你的一个方案 谢谢Henry老师给我们这么多非常重要的提示 是啊太棒了 就是我们还有机会冷静耶 是啊 十到三十 非常适合我耶 非常适合我 我刚刚听也是心里想到你 至少十到三十天让我们有这个冷静期 看看仔细的看我们的合约 我觉得Henry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是仔细看合约 所以这样子我们去见保险经纪人 在他们面前我们先做好这些功课 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是啊 那Henry老师刚才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tips耶 对 他说你可以去找第二次见证耶 我以为就只能stay with一个 你知道吗 我的很单纯嘛 专情专情 对对对对 所以他建议我们这样去找一个第二次见证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idea的 对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就有点像选老公 要多方打听仔细观察 而且还要实地的认识清楚 Rita 我这样看你啊 怎么样 我相信呢 你一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保单的人 那肯定咯 那就是你老公啦 是啊是啊 我是人才两得 好咯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哇 才发现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